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就想感谢马金和汪尔嘉 还有汪泽的这几个老同学和老校友 南台今天我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有关新冠以及新冠病毒 最近研究的一些进展 尤其是疫苗研究的一些进展 以及展望 就是说另外一会儿 我也很想利监这个机会 感谢有几个小年轻 在幕后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周娟 还有就是能辉 还有小汤 另外我特别感谢朱姓教授 在凡囊当中出出来 跟我当作为嘉宾 我想到嘉宾帮我今天讲课的护航 因为大家假如上次参加 那个朱教授的讲座 上次朱教授的讲座非常非常好 就是有关疫苗方面的信息量非常大 所以当然我今天就不想尽量不重复 那个当时那个朱教授讲的 当然他那个也太好了也不能重复 就是我比如说主要就是我以前做病毒的 所以这是主要从病毒的角度来 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有关这个病毒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样再引起这个新冠的一些疾病 所以原后的话育苗的话我主要是展望的情绪 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希望在这当中能够 希望能够比较简单跟大家介绍 甚至能够知道病毒的病 尤其新冠的病 它到底是什么回事 我从我自己来说我做病毒做了很多年 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做了一个病毒叫出血热病毒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没有 我最后一开始就是当时在澳大利亚做的病毒做线命毒 线命毒的话当时我从那个时候真正是走向病毒的 分子病毒学一些研究 主要是从那个博士生的开始 因为当时我们的系里面有一半是病毒学家 一半是美学 从那开始的话基本上这个就奠定我人生的那个方向 就是要是做病毒为主 从事免疫为吃 所以基本上然后我在第一个博士后的时候 是做那个艾滋病毒 我现在多年来就做单包病毒 所以病毒来说我基本上就是一辈子就是完的病毒 所以你们听起来病毒可能比较可怕 但对我来说的话病毒还很亲切 就是就是一辈子就是跟我打交道的 所以说当时我当时那个新冠从武汉出来的时候 我就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因为肯定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是做病毒的 另外一个就是从武汉出来 对吧 我当时在武汉博物院 当时刚传访过我当时做临床做了两年 所以肯定是 我经常 基本上就密切注意 但一旦当时我们就决定 但是跟他实验室在讨论就是做不做的问题 因为当时前面有那个SARS的 SARS一阵就没了 所以作为那个研究的话 你比较注意就是假如说 因为很多人当时SARS跳进去以后 一下子就做病毒没了 所以他们最后就遇了一系列问题 就是怎么样 扩低不能继续的 所以当时我们做的一些判断 就认为这个可能不会很快消失 所以我们就决定就开始加油这个研究 尤其那个序列大概是1月大概11号到4号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就马上就开始进行做这个准备 因为现在从那个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你根本不需要病毒 只要那个病毒的序列一出来以后的话 你马上就可以继续活成 能够活成 把整个基础基本都可以拿到的活成出来 所以马上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从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就是 所以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准备就从这个几方面就开始做 现在首先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病毒到底是什么 这个玩意把我们弄的要是要活的 这个病毒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吧 就是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病毒的话是非常简单一个东西 非常简单一个东西 它是什么呢 就是说基本上病毒都是这样的 它里面是一个遗传物质 就是病毒玻璃中间是一个遗传物质 这个是可以是DNA 也会是RNA 所以外面的话它是包的一层蛋白的 那个壳 就是capsi 就外面包的一层蛋白的壳 它就是同时它外面有一些蛋白吃出来 这个蛋白吃出来的作用就是作为感染用的 感染细胞用的 所以它这个的话 所以这个电影呢 那个有的人说它的DNA病毒 有的人说是RNA病毒 假设里面还有那个遗传物质 假设DNA 就叫DNA病毒 假设遗传物质 有的还是RNA 就叫RNA病毒 这病毒的话 有的是不带外面一层膜的 这个就是non-envelope 就外面不带一层膜 这个就是带着外面有一层膜 叫envelope virus 所以它那个假设是envelope virus的话 就是有带一膜的话 它那外面那个外膜蛋白的话 就是在膜上面 否则的话它就是在那个capsi上 就是在那个肺 所以说的话 现在基本上病毒的话 其实上就是很简单很简单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感到一会 有没有可能会骂我 就是说你们都病毒做了一辈子 那么简单的东西 你都对付不了 你们就真的是没用 我确实我也承认自己没用 就是做了一辈子 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就对付不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就跟自己开通 我就怎样说 我说不是我不努力 我说你的敌人太狡猾 对吧 等下我会跟你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怎么狡猾的办法 就是弄了我们就没办法 因为他太狡猾了 对吧 所以说现在就是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大概 那么我们现在科技非常发展 基本上什么事都能做 我刚才说的就是说 我现在根本上不需要病毒 我只要是那个 他们序列那个病毒的那个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新冠病毒 它是RNA病毒 它的RNA序列出来以后 我们马上就进行 把病毒进行活成 然后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基本上就能做的 你感觉好像科技很发达 你比如说现在系的各方面 每方面都很发达 但是我们现在对病毒来说 真是感觉有一种悲哀的感觉 现在大家知道 最近他们有一种 臨床的疗法 叫血浆疗法 血浆疗法 当时好像大家好 有没有笑很多那些事 悲哀了悲哀了什么程度 那个血浆疗法 是100年以前 大家在用的 我们现在 现在到100年以后 到现在大家受伤无策 还要去采取血浆疗法 就这种面对的情况 就是大家有种 所以是一种无奈 就是真的这个病毒的无奈 这个病毒为什么这么难的处理 所以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一个立体的结构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 叫做 就是 就是 三维结构 这个实际上病毒刚才 实际上 实际上 就是足球 他现在我们知道 大家很多知道 就是他叫做 叫做 spic protein 这个是一种 三具体 三具体 吃的外面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spic protein 实际上 这个是电竞 这个电竞的话 你看这个不是新冠病毒 这个是另外一种冠状病毒 你看到它那个spic 基本上你听一下 确实看得到 之所以它叫coronavirus 它这个就像那个黄冠样 黄冠样 别人带的黄冠样 所以他们叫coronavirus 就是因为 因为这种 这种一种结构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四项图理 就是把它切开 切开以后就是立体结构 这个是个球上的结构 外面这个是个三具体的那个spike 这个是主要的 将来做那个疫苗抗炎 就是这个 这个玩意 里面的话就是包 外面的这个外面一个capsi 包到里面的话 这个就是它的RNA genome 所以整个这个病毒的话 减到的什么程度 只有四个 只有四个它的那个叫结构蛋白 所以当最关键的蛋白 一天晚上大家说就spike spike就吃了外面这个玩意 现在另外一个在膜上面 还有两个蛋白 一个叫unflow protein 还有一个membrane protein 所以这两个的话 因为抗原性 其实不是很很大的作用 所以别人做疫苗的话 一般的不是我打利用它 主要用这个话是跟受体结合 受体结合的话 是这个spike protein 是这个蛋白 所以大家一般的说 这个糖润是最多 另外一个就是nuclear capsule 它是跟那个 它的那个RNA的 那个genome 形成一个孵活体 所以在这里面 它是包装以后 是在这个在病毒科例里面 所以整个大概 只有四个结构蛋白 在整个基因的话 大概有将近四个 三十个基因左右 其他的基因的话 都是所谓 它的那个 将来的 它的那个肤质用 移传物质要肤质 然后它一个蛋白 要进行转漏 然后就是进行包装 就是装配 所以整个真正的结构 结构基因 结构蛋白就四个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非常实用 现在就是说 它的病毒的话 非常非常小 非常小 就是它基本上 大家认为 它可能是所有 有生命的生物 是最小的 有的人 它认为病毒是没有生命 但是我认为病毒是有生命 因为它的体外 它跟细菌不一样 它的体外 它是不能生长 有人说在体外 它是不应该是有生命 因为在体外 它什么一点 不像细菌 细菌你在下水道 都会长 对吧 病毒在外面 是不能长的 它一定要进到人体内 毕竟一定要进到细胞内 才能长 但一到细胞里面 我认为它是活的 因为它会复制 它会进行一些自己复制 自己进行扩散 好 这个就是病毒 病毒就是非常非常小 大概一百二十万米左右 它跟细菌的比例 大概是一比十 一比十左右的比 这个细菌 所以这个细胞的比例 所以看的话 就是非常非常小 现在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对细菌的话 我们是有有效的 药治疗 主要是抗氧素 对吧 大概是四十 四几年是抗氧素的发现 病毒的话 药治疗 对抗氧素的药物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只有那么一两种 大概只有两三个病毒有效 其中一个就是艾滋病毒 另外一个我们做的那个 淘宝病毒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现在是饼干病毒 所以主要这三个病毒 有一些比较有效的药物 治疗 现在对于比如说这个 新冠绝痰病毒 它是没有非常好的 有效的办法治疗 所以大家面临困境 就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就是 为什么 为什么病毒这么难的对付 就这么简单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难的对付 就是非常狡猾 它就是什么呢 它一旦到肌体里面去 它马上就进入细胞里面去 一旦进入细胞里面的话 它就是说跟细胞分不开了 分不开了 那你最后人家想去杀死它 就很麻烦 你不想 我当作细菌 细菌的话 它可以独立生长 所以它跟你 你要杀细菌的话 它一般 它是针在细菌的那个膜 它外面有一个细菌的膜 细胞是跟人体细胞 没有毫无相互之趣 所以那个抗议说的 也非常可以 但是那个病毒的话 它进入细胞里面 基本跟人融为一体 所以你要杀病毒的话 很多情况下 你就把细胞杀死了 就很难办 很难办 所以它轻易 那个病毒轻易 那个人体细胞的话 有两个关键东西 第一个它就是要一个受体 所以每个病毒 它进入细胞里面 不是说进去就进去 它一定要一个受体 没有受体它是进不去的 所以这个受体就决定了 哪一个病毒去侵犯 去杀伤 哪一个集体组织 大家知道干原病毒 干原病毒它是 它是说也有那个受体 主要是干细胞里面 就是就是你比如说 现在这个就是另外一些 比如说那个 艾斯宾的病毒 它是攻击的是那个 CD4细胞 你继续当中有个明义细胞 就CD4细胞 所以它把那个T细胞以后 然后就把它进来大量的 把那个细胞杀死以后 引起继续那个明义缺陷 现在假如说这个新冠病毒的话 它的受体叫ACE2 ACE2的话 这个就决定了 它的那个 只有那个细胞 表达ACE2的受体的话 这个病毒才能进去 所以它跟那一般来说病毒 它就是通过那个SPY 跟那个ACE2结合以后的话 这个就引起细胞的 叫做那个 就是叫做Tense作用 叫Endocytosis Endocytosis进去以后的话 然后它就把那个遗传物质 就进入到细胞里面来 然后遗传物质 然后马上进行 利用它去活成蛋白 这个蛋白的话 然后就参与它的那个 遗传物质的肤质 然后这回是一些蛋白 就组织成病毒颗粒 然后从这样新病毒就释放出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几个病毒进入体内 在24-48小时以内 就可以产生大量的病毒 所以这个基体的感染 现在想一想就知道 这个是为什么充足无事 你现在知道 这个是空气全播 空气全播了以后的话 它就是你防不胜脏 它一下进入呼吸道 进入呼吸道 给你粘膜一贴上去 马上就吸附到 Apache的ACE2 然后就马上进入细胞里 你进入细胞里 你进入细胞里 你细胞里非常非常难得对付 你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对付它 因为已经跟你细胞连在一起 它充分借用一系列 那个机体里面的器官 比如说所有这些那个器官 除了自己带来几个 基本非常重要的 那个酶啊蛋白以外 其他全是借用细胞里面的 一些东西进去复制 所以这起来就跟 跟机体里面完全是融为一体 所以你还把它清除了 非常困难 所以基本上这些 现在大家之所以 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弄的话 就非常麻烦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发生育苗 就是希望在这个早期阶段 就把它走着 就把它弄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 就能够把它防患于胃园 以后假设最早是把这个走着的话 那你机体就完全保护起来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 所有的病毒 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 来被群入机体 被机体进行破坏 所以说它一般的感染细胞里 或者细胞是肯定是死亡 所以它肯定要杀伤细胞死亡 然后的话它不停在体内进行扩散 不停地杀伤细胞 所以它这个主要的肌 致病的机制 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 所以的话 新冠病流现在 你现在就可以解释了 就是为什么它这些脏器 它要省伤 就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受体表的体内 分布的一种一种状况 肺部肯定是一个表 所以肺部 它身份不是最高 但因为它是呼吸道的传播 它最容易接收到呼吸道 所以它一般的话 一般就是在上呼吸道 进来以后 然后这种到了腹部 肺部 肺部以后的话 一般的话就有病毒的话 扩证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要到血液当中去 这叫病毒血症 它一旦到血液当中的话 它就在全身进行循环 循环了以后的话 它假如说哪里有受体 比如到肠道 现在到了这肠道 它是有症状 肾脏是要损害的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血液系统 就是要损害 那个膏丸也有表达 甚至少这几万 脑子里面也有些表达 所以这个就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病毒 它会导致全身性的死伤 就是因为它那个受体表达 基本上是在这几个脏器 有明显分布 所以它那个脏器 那个国家脏器的受体的表达情况 决定它的感染性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知道 这个肺部的症状的话 目前是一个最主要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为什么他们叫新冠 这个肯定是新冠肺炎 这个是有道理 现在肺部的话 一般你看到呼吸道病毒的话 有很多种 很多种它的致病性都不一样 这个就相由两个情况决定 第一个这个病毒 可以侵犯的肺部有多深 一般的普通感冒 很多种病毒 它一般就侵犯上呼吸道 所以你那个症状 主要就是上呼吸道 因为它基本上就 有少这情况下 比如说那个流感 不是所有流感 一部分流感 它轻微 肺部上部 这样会引起一定肺炎 但是的话 这个往往它 它愈合是比较好 因为它相对是比较轻 当时其中有一个流感 当时叫H5N1 这个流感 它证明很多的血清晶 它所谓是H5N1 或H3N2 那个都是Hymoglottin 还有Nurominidase 它那个抗瘾 那个血清晶 就是说 所以它有的 当时那个 它的轻微肺部很深 很深 所以它引起症状非常重 当时H5N1 它当时治病的话 是非常严重 所以当时比较 我们人类比较拉低 就是它没有传播出来 假如传播出来的话 当时对人类 是很大的麻烦的事情 现在是从新冠来说的话 现在我们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 就根本那些病人 基本上没有症状 没有症状的话 那个就是非常轻微的感染 主要居限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上呼吸道 所以感染非常轻微 所以有扫瘦的话 就是它 就是越来越让肺部的深部发展 然后的话 它就是症状越来越重 有些就比较中痘 一般的深度的话 一般的肯定是像H5N1 这样它会侵奋到肺底深部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这是第一个 它就是它那个侵奋到肺底 那个深切 是决定的一个治病的 那个严重性 另外一个 现在可能大家都知道 肯定一个 那个就是 风暴因子 就是那个Satakan Storm 这个肯定是造成肺部的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它就是说 这个病毒进来以后 它不但在肺部进行感染 然后进行杀上一些肺部细胞 同时在这当中吸引 大量的炎的细胞清理 然后这个病毒 同时刺激着炎的细胞 这些炎细胞 释放大量的那个原型因子 在短期内引起肺部的 大量的那个原型反应 所以在灵症上基本上就是一种 灵症已经瘦瘦无测 就是说它就是一旦 这个开始了以后 影响大量的肺部分泌物 就是然后把肺部全部填充 他们说真正的病人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像一种要淹水 是慢慢的把它淹死 对吧 你假设要是急性淹水 你下水 那个水进去 我把你整个肺部 就全抖出来 你没办法 那个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你知道你明症慢慢的淹死 你根本上就毫无办法 就是因为它那个大量的那个伸出 人形伸出 把整个肺部全填充起来 所以你最后到一定程度 你呼吸机都没办法 因为它肺部大量严重 成那个伸出的话 已经把整个肺部的那些 那个毛巾 那个 那个管道全抖瘦 所以这个炎症风暴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肺部 一个致病激励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听说过 一种叫肺酸射 或者还有七八滴脏气的酸射 就是这个凝血机制 所以大家看到的话 它一个是就是 你要看来那个血液检查情况下 这个是血液检查 它能够解释 基本上是解释这种情况 其中引起这个一个 进行凝血的很重要指标 就是D-diamond D-diamond 是一种 是一种 这个蛋的一个 凝血里面 一个系统的蛋 这个叫degraded 一个biproduct 是一个副肠 这血液当中 这个大家要做临床 做那个血液病方的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强的指标 就是你 体内凝血 假如凝血比较厉害的话 这个就上来 你看这个就是说 你看这个东西 所以它一旦是陪着那个病情的竞争 谁说它的那个感染程度的增加 病情的那个症状增加 它这个是明显增加的 然后的话 它这个病毒 它那个就是说 这个是明显增加 随着那个病毒量的话 也是明显增加 另外一个就是 原则因子 这个是这几个的增加 同时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信念 就是人体的免疫细胞 包括T细胞 B细胞 在同时在进行下降 所以这个实际上 基本上是伴随着 那个疾病的发生情况 现在大家一般的 是临床的话 一般大家在检测 这几个指标 所以基本上就能够判断 那个病情的发生情况 这个都能够解释 基本上能够解释 将来病情的情况 所以这个 一旦到这种情况 这几个东西很明显增加的话 就很难很难地对付 不是一个问题 凝血 包括炎症风暴 还有一个病毒的量 这个都在一起 造成很大的麻烦 所以对付起来非常困难 这个的话就是 所以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这个就是 那个临床上 大概有几种情况 我刚刚也提到一个 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症状 基本上连 基本发烧的都没有 基本上肯定是没有明显的 呼吸问题 根本上没有一些肺部 照照片的话 根本上就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说在中国很多情况下 就是你去肺部照个片 就看得到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假如肺部没有变化 就是也没症状 这个就是不症状 第一个是轻轻的症状 有点的发热 但是肺部有稍微有点 有点阴影 可能有扫瘦的肺部 主要是肺部的上部 然后比较严重的话 那就是有呼吸道理症状 然后肺部有损伤 然后就看在X网上 有明显的肺部阴影 假如一旦到症状的话 那个微重的话 这到一般的时候病人 能够救活的希望 就不是那么大 所以一般的就是说 呼吸军大中央生 然后肯定要上那个 那个ventilate 就是呼吸机 呼吸机的话 那个东西实际上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上 一旦上了以后 就是它那个 即使能够救过来的话 就是将来有系列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也提到过 就是在这在这病情 发展当中 就是有伴随到 这有些 有些那个颜貌细胞降低 GFC 颜值 细胞颜值 细胞颜值增加了 这都是跟它相关的 现在我们先想看下面的话 前面我这主要就是 从病毒学 角度来跟它谈一下 就是它的治病的情况 现在我们现在 从现在开始 我主要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育苗的开发研究 就是育苗开发的话 主要就是以调动积极的免疫反应 来达到就是说 来保护保护那个人体 希望能够就是避免那个病毒感染 就从免疫角度来说的话 它有两个免疫系统 一个是先天免疫系统 一个是后天免疫系统 先天免疫系统的话 就是说你不需要去诱导 就是你机体本身就有的 就是说它 你比如说你假如哪里画了一个口子 然后有感染 所以你开始就感到一些那个红种 那个往往都是一些先天免疫 很快它马上就开始 就是马上就有那个反应 假如说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要是说 作为那个育苗的开发 它主要是针对后天 叫诱导性免疫 所以这个诱导性免疫的话 它就是说它不是说你 先天就有人 他先天是那个所有那个免疫系统 都在你 但需要你诱导 需要给集体 要么通过感染 要么通过那个进行疫苗 就把这个诱导出来 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免疫 其实一个体育免疫 这个主要是抗体 一个细胞免疫 这个现在我们目前 育苗诱导的话 主要是体育的原因 主要是抗体 主要是产生抗体 细胞免疫 在某种情况下 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就是现在有些育苗 就有些那个病毒性感染疾病 他们也许认为细胞免疫更重要 那绝大病毒感染的话 是体育免疫 是这样 比如说艾滋病的话 大家就有两派争论 就是到底是要诱导 集体细胞免疫 还要诱导 集体体育免疫 现在大家一般认为的话 体育免疫肯定是保护 集体免受感染是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情况下 有细胞免疫的参与 它应该是说是最佳的帐篷 所以目前 那个育苗的真正是体育免疫 好 现在就是说的话 这个体育免疫的抗体 是怎么去保护它 怎么去保护它 现在就肯定 我刚才说的 这个病毒 它一来的以后 它要找那个受体 通过跟受体结合以后的话 它通过经营 假设那个体育免抗体 抗体一旦针对 这个spy protein spy protein的话 它原化就跟它结合 这个是抗体的特性 把它结合 结合一下 就把它封掉了 就是让它不能跟 那个受体结合 一旦把它封掉以后 病毒是进不去 我们知道病毒进不去 在体内 跟在体外 基本上是这样 它是没有活性的 所以它即使进了你的体内 你没 没 它不会给你造造成伤 所以一下子 你就把你保护了 这个就是一种 这个是主要 这个育苗 诱导 肌体体育免抗体反应 它就保护 保护你的机制 并且它这个抗体 它一旦弱导以后 就在你 就进入那血液当中 你血液当中 还有大量的那个 我们叫免疫 瘦蛋白 这个抗体 然后在肌体的不停循环 不停循环 取得一个保护虫 同时有些抗体 它是分泌在粘膜表面 它叫IgA抗体 它就是你假如进来 到的粘膜表面的话 它也会把它中护掉 进入血液当中 你进一步把它中护掉 所以它这个抗体 带你保护基本上是全方位 全身心里保护 所以一旦掉了起来 是非常有效 假设要是有 所以这个叫中护抗体 其实他们 你们有时听说 这个为什么叫中护抗体 尤其抗体 它比如说是针对 那个E蛋白 或者M蛋白的话 它没有 它不见得激化这种 不见得能中护病毒 它这个一般的 针对那个spike 尤其是一个 叫做受体激化位点 那个 那个是 它主要就是 就是中国抗体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就是 从这个病毒的角度来说 我刚才讲了 因为它这个叫spike 这个蛋白 它是主要 是作为 它是唯一的 它是作为 跟受体激化的 其中激化位点 最关键的 叫做受体 接护 Domain 就是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目前 他们作为 育苗开发的话 就是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完整病毒 完整病毒的话 假设你完整病毒的想象 这个是完整病毒 它是这个是 在外面的 所以它是可以做育苗 可以用的 因为它这个spike 这个三具体 是在这里 所以完整病毒的话 一般有两种方式 一个叫减毒育苗 另外一个就是灭活育苗 减毒育苗 实际上是最有效 现在很多 我们一些 比如说 技术化育苗 很多育苗 上次那个 朱家说讲的 提了很多 都是减毒育苗 减毒育苗 它因为它基本上 带有完整的 所有的抗氧 基本上就带有完整 并且它在 它是在细胞里面 能够肤制 它既可以刺激 体育免疫反应 也可以刺激细胞 细胞免疫反应 但是现在一般 对比较劣性的 那个病毒的话 一般的不敢用 另外一个就是要 产生减毒率 那个病毒 病毒科例的话 要花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在这个情况 完全不适用 现在目前你没有听到 减毒育苗在用 因为要花很长时间 只能够到 进入一个减毒 你想象 假如说 它要说不能 达到一定的减毒作用 就是安全安全性 不能保证的话 你是完全是不敢用 现在灭活育苗 现在中国是 有在开发 主要是中国在那 在那做那个灭活育苗 灭活育苗 实际上就是 涨活病毒 通过一些化学办法 或者说 通过那个造成的办法 就把病毒灭活了以后 另外一个 现在就是一种 直接把那个病毒 拿一部分出来 拿一部分出来 主要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spic protein 现在两种 一种绝大部分 是用spic protein 一部分人就是 用这个 集合位点 就受体集合位点 所以我们大概 这两种育苗都做了 都做了 所以它们 过于有缺点 过于有缺点 现在就是说 这个 你把它拿出来的话 然后 你怎么 怎么 制造方式 这 有四种制造方式 一个就是 你用这个东西 把体外 缠成一个 一个蛋白 但是一个蛋白 做一个 另外一个 通过病毒载体 通过病毒载体 比如腺病毒 很常见的 一个病毒载体 然后把它 去续带 另外一个 直接用 RNA或者DNA 做一个 另外一个 是病毒类科技 所以主要就是 这几种方式 所以我现在跟大家 稍微简单介绍 这几种方式 这个蛋白不用说的 对吧 就是你把那个 基因克隆了以后 然后主要是 大伤感菌 或者是那个 酵母菌里面 产生那个蛋白 然后这个蛋白 打到体内 所以蛋白的育苗 它有两个 有两个 就是说 什么时候你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 它本身的棉原性很低 所以一般的都需要一个佐剂 一个去佐剂 假设 就它的好坏 主要是看 用什么佐剂 它佐剂反应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蛋白 另外一个就是说 一个一个需要考虑就是说 因为你要的大伤感率 会效果菌里面去生长 它的那个 就唐基化 就包括修斯 跟人的 那个人的细胞 不一样 它假设要是不一样的话 它会 对抗人性 它的输性 它的输性 会会 会 会有一定的区别 所以它也许 导致它那个免疫效果 不是太好 但你现在就说 你要说作为 RNA育苗 或者DNA育苗的话 这就很 这个就 所谓 所谓RNA育苗的话 你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 你把它 把那个 那个基因转落出RNA 然后直接把它 打到体内去 把体内 往往它外面 都是用一个 比如说那个 nano particle 就是做一个 把它送到体内 因为你根本打到体内 没有用 一定要让它进到细胞里面去 所以一般的话 都有 想办法 就用于比如说 用那个 nano particle 然后把它 送到细胞里面去 因为RNA 一到细胞里面 它马上就 转 叫做 转落成蛋白 实际上这种产生 也就是这个蛋白肠 它足够在体内 产生以后的话 它的抗人 那个免疫性 已经明显增强 DNA的话 也好理解 它就是把那个DNA 靠落到质粒里面 然后用个质粒形式 打到体内 它同时也需要 东西介绍 让它通过细胞 到细胞里面去 然后它同时 它也到细胞核里面去 然后卷化为RNA 然后再通过这个情况 产生蛋白 所以最终它也是 产生蛋白 通过那个病毒载体 情况是一样的 如果病毒载体 好处就是说 你用泄密楼去 带入这个基因 然后通泄密楼 感染 然后到细胞里面去 产生这个蛋白 最终都是要产生 这个spyc protein 就是产生蛋白 假设要送 这个那个 手提结合 结合胃点那个 那一片段的话 也就产生这个片段 另外一个 这个很有趣 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 那个病毒样的抗力 这个叫做virus like particle 这个玩意很有意思 就是说 泥巴的产生 你基本上是个空苦 是个空苦的病毒 里面不含有genetic material 就是没有遗传物识 从外面看的话 跟这个病毒的抗力 是一模一样 跟那个就是 新冠病毒的抗力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但是呢 里面不含有 这个疑犬的疑犬的genetic material 所以它非常安全 安全也是一样 但是它从外面看的话 是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 我认为它是比较 非常有起立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 一部分也在制造这个 这个育苗 现在大家都在进行试 所以这个的话 就是育苗制造的方式 主要是这四种 这个区的那个 那个前面讲的 那个整个 那个病毒的育苗以外 所以缘后的话 你把它打在体内 打在体内 它这个为什么 愈活的产生 让肌体产生那个 比如说抗体反应 这个肌体有一个B细胞 我刚提的T细胞 B细胞 T细胞是成为 那个细胞免疫反应 这个B细胞的话 主要就是产生抗体 所以它这个是怎么的 以后你产生蛋白以后的话 它那个上面 它就有 有一个IgM或IgD 它那个受体 所以一旦它跟它match 就是它认识 它认识了这个蛋白的抗原的话 它就缘或结合 缘或就把它 进细胞里面去进行处理 然后就把它激活 这激活了以后 这里面 这个B细胞的话 它就有分泌 那个特性 针对这个抗原 特性抗体能力 缘或的话 这里面 当然我不讲很强细 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的激活力 或一系列的变化 然后产生各种各样的抗体 我刚提到Ig IgG IgA 还有IgM 各种各样的抗体 所以这个就是 通过基体 这个叫抗原成定 然后到B细胞的激活下来 然后B细胞大量扩针 扩针以后的话 就分别大量的抗体 抗体低度到高峰值 非常非常高 所以这里面大家 假如说免疫的话 就可能 我不想讲的太深 这个是第一步 但是真正的 基体要产生非常好的抗体 非常量的抗体 量很高的抗体 同时和一个非常持久的抗体 要有一个细胞 那个T细胞去帮助 其中叫 就是帮助提T细胞 去HOPER T细胞去帮助 现在大家现在有种看法就是 可能新冠的病毒 它的抗体在体内 持持续期间 不是特别长 我的感觉是有可能 就是通过这个 对T细胞的帮助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方面 也开始做些研究 怎么样 调动T细胞的帮助细胞 进一步加强 第一个抗体的产量 第二个就是让它持久性 将来也让它变成G1 叫做G1T细胞 G1T细胞 G1T细胞 它就是基体 很关键 就是基体抗体持续 很长的非常关键 假如说你G1T细胞 越多的话 它将来不通 比如说育苗接种 一年两年以后的话 它可以在持续分泌一定量的抗体 以维持一定量的水平 会达到长久保护作用 所以这里面 我等一下会提到 例如将来抗体的那个育苗 失败 有一种可能解释 假如这份不够 就是刚开始 一下子冲上来 抗体冲上来 然后就下降 下降以后假设 没有这个G1T细胞 去维持它的抗体 在一定的水平的话 水平的话 将来会遇到很大麻烦 将来这个育苗会遇到一定的麻烦 所以这个主要我想 希望比较简单介绍 这个育苗制造方式 以及就是说怎么样去救到肌体 产生那个抗体反应 所以这个目前这个育苗的限账 大概总共大概140几个育苗 在不同的阶段进行开发 一肌有19个 二肌有13个 三肌这个实际上已经 起码是四股 现在就是 现在已经即时往上涨 现在有一个被批准的 这个是叫limited use 我等一下会回到这个地方 就是不是真正的批准 而是说在中国已经 就是conditional 就批准了 现在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就问问问你 就是说 这个育苗发生了什么程度 将来有没有用 现在一天到晚现在每天 我可能就是 比如说今年年纪 可能育苗会出来 或者明年年车会出来 或者什么 我现在说 那个所有的东西 大家都是一种叫speculation 没有人 在目前的情况下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育苗什么时候出来 能不能成功 这个唯一的能够回答 就是三肌三肌实验 所以大家知道 零肠实验有一期 二期 三期 三期是决定你将来 这个东西有没有效率 并且三期的话 那个费用很大 他要做的那个 那个测试量也非常大 现在目前我看的计划 一般不会少于一万能 可能到三万五万多也可能 为什么这个唯一相差这么大 这个是根据 你那个目前疫情 严重程度来决定 最终你要达到 有足够的被感染 感染的人的 在一个对照者 或一个免疫者 他要足够感染人的 那个力数 也达到统计效率 统计学的处理 假如要说那个 疫情就是越来越轻 那你那个整个的那个 那个接种的测试接种量 就要加大 所以就假设一万的话 可能就是说 那个比如说那个区域 有病人那个 那个感染力很高 假设要是低一点 你会加到两万三万四万五万 就往上加 所以成本非常大 就花时间花的时间很长 所以目前的话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瞄准 就盯住这个三七零场实验 三七零场是 do or die 那个东西对吧 所以一定要有三千 知道就是所有人 大家来都是瞎子算命 就是我就说 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出来 没有能够回答 一定要等到三七 所以就无论没有 全世界没有 谁能够告诉你 到底是成功不成功 现在目前的话 你看三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是目前的三七情况 现在就是说 目前三七的话 主要这三种方 在这三种方式 一个就是RNA的疫苗 RNA的疫苗 现在有两家 这个是Moderna 还有一个叫Pfizer 这个就是跟那个Barentech 这两个协作 这个现在就是三七 马上要进入 这个是Moderna 这个这个是三七 这个马上要进入 所以基本上 已经是准备好了 马上开始 现在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谢米多 谢米多载体 它是带有那个spike 那个抗疫力 这两家 一个是牛津大学 跟阿水尖的抗 另一个抗 中国的抗生龙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中国 刚才就是被批了 中国就是说 这个是这个部队 就是平址 给部队人用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应急 应急方式 就是给那个部队人用 现在目前就是跟你开门 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三七还没有上 已经被批击了 所以这种也是一种提示的 现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另外一个就是灭活 灭活灭活病毒 这个现在有 就主要是中国 这两个人在做 这已经就都开始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话 现在就是说 大家目前初步 临场早期的那个 一些结果 比如说1727的那个 那个资料的话 都是在抗体抗体反应的水平 以及中国抗体的那个水平 这个东西能够有一定的 专考价值 但是不完全能够说明问题 还有他们 我其中有个问题 大家说 目前的那个中国 临场早期 这个那个那个 授举哪一个最好 这个也很难的比较 因为他们每个人检查方式都不一样 比如说Moderna 他们当时就说 他说我跟我的那个 目前那个中国抗体水平 跟那个病人的感染水平 基本上是一样 就你把那个data 把那个资料一看的话 实际上它中国抗体水平 是很低的 大概100到300到500左右 但是有很多病人 他现在有些报道就是说 从不同的实验室出 简单出来 他是有1万甚至10万多人 所以他当时就是玩的 玩的玩的一个 一种这个花招 就是说你看我跟病人的那个 那个 基本上水平是一样 他就感到好像一种 就是可能很好的这种感觉 但是他拿那个data 就是从别人比较低的 那个水平的data 就是跟他说 我跟那个病人的差不多 所以这里面现在说 他当时就利用这个data去 大概就是十几个亿点那个钱了 所以说公司运作 他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位现在 你要是从那个 现在目前的那个 臨场一些 而且那个data判断的话 我感觉判断是有点困难 比较是有点困难 因为每个每个实验室 简单方法 一个报道里那个 那个情况都不是 不是太一样 现在他们那个泄密流的话 这两个泄密流 这个他们这里是用的 一个是动物泄密流 这个这个中国人是用的 人泄密流 他们有的认为就是说 这个效果更好 因为他那个动物的泄密流 能从来没有暴露过 所以他们进去过的话 他那个基底对那个 泄密流没有免疫反应 所以他那个 应该有一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育苗效果也更好的 因为中国人 他的这一种 他认为是用 用能力泄密流 所以我们承认 基本上都以前被 能力泄密流感染过的 所以基底 这已经有 针对那个 能力泄密流的免疫力 所以你再把心里面打进去的话 他马上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载体的话 就把它中复掉 就认为就是说 就是说将来效果会更差一点 但是有一 但是有一评论就是说 也不能完全是说是 是这么回事 所以据此类的话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当时有些 data 从那个灭活病毒的话 效果看来效果也不错 所以 所以目前的话 现在主要就是 盯着紧盯着这个 这几家 希望 我估计在年底 或者到明年年初的话 一些三期结果 逐渐会出来 三期结果 刚开始出来 也很难说明问题 他一定要达到足够量 比如说要 起码要做到一万人左右 然后有足够的被感染 或者没有感染 那个免疫座或对照座 有一定 有明显的那个统计学历 那个区别出来 就能够就能够说明问题 所以说这目前的话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我现在就是 进行展望一下 我就说 没有能够回答问题 但是我展望了 我认为潜在的话 有这几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讲效果不错 不错的话 我就因为我的认为 是不应该低于50% 刚当时越高越好 现在你要看一看那个育苗的话 现在目前很好的育苗 会达到百分之九十几的保护 百分之百是达不到的 现在百分之五十的话 你现在大家知道那个流感育苗 流感育苗就是百分之五十左右 所以说 假设百分之五十 低于百分之五十 我认为 就基本上就是价值 就不是很大的 假设百分之五十左右 现在流感育苗的话 现在应用生育不是很广 但是还是 还是在大量的用 我假设认为的话 就是假设要这种情况下 并且还要持续时间比较长 不是说一两个月就完了 假设持续很长的话 还是有一定价值 就跟现在流感育苗一样 他是针类那些老弱病残 他们就是有可能就是那个 那个新冠感染 大家有可能致死 致死很高的内容 就是利用内容去打 起码我给那个保分 保护百分之五十人 就是以避免那个新冠 可以把他们把他们致死 我认为这是有一定价值 当然当然是越高越好 但是现在就是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说 就是说的话 他是保护效果不错 但是呢 持续时间很短 这个价值就大大降低 就是说那就费用大大 就是说你比如说每年来 我都得要大量去免疫一次 这个费用以及能力物力 将来是估计是难以承担的 所以这个是 就非常特别不理想 另外一个就是说低于百分之五十 他有一定持续能力 就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话 这个也是不是很理想 假设你要大量的接种的话 就是只要少少少少少少 能够能够保护的话 这个东西是说是非常 不是一定能满意 假如说要是逼得更差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 you have to come back to drawing board again 就是你可能要重新 重新进行进行那个 进行那个 那个重新设计 所以这个就是最坏的 这种情况就很糟糕了 对吧 现在就是从我过来来说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风险 就是这个风险是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说保护率不是很高 就可能有一定的风险 目前从临床来看来看的话 就是有很多一些病人 就是被感染了以后的话 他他他那个产生的 基地的抗体非常低 或者基本上就是 集中的那个围灵 就是很有部分 那个那个那个 所以我希望在那个育苗当中 不会不应该遇到这些问题 现在育苗的话 我我当时的上次那个 这个电视的采访 我当时认为 就因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家就全力以赴往临床推行 育苗就没有进行 一些就是 就是弄一种比较 设计比较完整的育苗 进行弄 现在我感觉就是 一个是匆忙上 另外一个就是 根据这个病毒目前 这个情况的话 就是有可能 根据那个影响 那个病人情况的话 有可能就是 这里会遇到问题 就是说他那个 那个百分比 有效能够保护的百分比 就是一个方面 另外他能够持续多久 这里面可能也有一定的 我也有一定的 也有一定的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 取代那个新冠病毒 就是冠状病毒 现在能力冠状病毒 总共有七种 取代那个SARS 还有一个MERS 现在新冠 还有四种 那个冠状病毒 它都引起普通感冒 普通感冒 它基本上它是一个 一个家族的 那四种冠状病毒的感染的话 它会产生一个性的 有经济的免疫反应 抗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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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持续大概有一两年了两三年了 那个甚至三五年都有 所以这里面就是持续 持续性的反应性 目前的话 这个是最主要的concern 就是最要的concern 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 这里面我感觉的话 有可能 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你现在想象 这两个 任何一个遇到麻烦 这个faction的话 就不是非常完整 就有可能会遇到 遇到很大的麻烦 其中有个问题 大面积的问题 哪一个假设都有效 哪一个将来适应 于哪个 就是在进行大面积接种 肯定这个两个是重要 考虑标示 就是它多少是50% 60% 70%的反应 还有哪个持续时间更长一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它自备 自备的难易程度 这几个都会考虑 还有那个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的育苗 这个主要考虑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 另外一个就是说 副种医 副种医现在 大家已经看到 有些说 那个腺民的育苗 有些接受腺民育苗 有些比如发热 这种反应 那个就是非常常见 所有育苗 基本上都有个反应 所以那个不是 不是非常恐惧 现在大家最 可 最就是这样 最怕的一处 副种医反应 就是抗体 依赖性的 增强效应 就是AD 但是呢 这个就是 我们在现在有些病毒里面 看到 比如说那个登革日 就是 在菲律宾的时候 他们有些小孩 接种了以后的话 他不但没有保护 保护中医 就一旦那个小孩 被那个登革在感染的 不同的血迹性 血迹性登革在感染以后的话 他反而病情加重 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一种 是头大的问题 他们现在从那个SARS 跟MERS研究来说的 有人提示说的话 就是冠狼病毒 有可能 也有这种反应 所以这种 一种是大家 比较 比较concent的 就是不信 你说话 就是说目前 你在一去二去都看不出来 一定要对上去 这为什么呢 一定要有足够的病人 这个接种人 被感染了以后 才能看出这个问题出来 所以这个目前的话 这个只是 也都上去回答 这是 假设你要看那个将来是 副作用的话 这个是密学观察 大家密学观察 注意 注意的一个 潜在的副作用 现在另外一个 大家看的观察就是 那个菲律免疫 叫Holy immunity Holy immunity 实际上 这个实际上是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 假设要是你 你 集体假设整个没有美丽 现在我们基本上去 目前这个情况 绝对我们是没有美丽 假设 有一个这些人是易感 并且假设 一旦有人感染的话 他基本上是毫无阻挡 毫无阻挡去往周围传播 假设不戴口罩的话 你现在想象 就美国和中国不戴口罩 一下子能大批大批的人 进行感染的话 现在你看 这就可以去到这种情况 假设这个Holy immunity 这个问题就是希望就是 你要么通过感染 要么通过免疫 你达到绝大部分的人 都被保护了 都被保护了以后 假如说 还有少少人没有保护率 但是假设你看 这个东西假设有病人当中 这人就把充分隔开了 隔开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全部 这个就是整个社会就安全了 整个群体就安全了 现在到底要多少 这个有免疫的人 这个有免疫的人 群体当中才能起到这个群体免疫 这个东西是根据那个病毒的感染性 就叫阿尔诺 就是有类说阿尔诺 这个吸收决定 阿尔诺就是说每一个感染的人 能够传多少人这个决定 假设一个能够传三个人 这个已经传染性很强了 他初步估计 大概起码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需要他就需要有免疫力 假设现在目前他们的新冠病毒 对阿尔诺的这个不是很清楚 大概有能说两年级 甚至有能说四年级 五代有可能 假设那个数目越高的话 你需要群体免疫力 排三年级越高 假设要到四年级甚至五到 你可能要百分之九十左右 都需要有免疫力 才能起到这个群体免疫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的达到 一旦有群体免疫力 就可以防止这个基地感染 就很难很难的达到 我的感觉就是 基本上不大可能 目前的话 最高最高估计 有人说我真正的感染 我的可能很高 即使就是成了十倍的话 目前大概就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的左右感染 最多可能就百分之十左右感染 已经到这个情况下 群体我们就是医疗基本上 快崩溃了 对吧 所以假设让它进一步再提高 六倍七倍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难以想象 这个代价非常大 首先能不能达到 那是另外一方面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代价是非常大 这个另外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 也许有轻症病人 或者无症状的病人 它如果自然感染的话 根本上就没有免疫力产生 或者产生率很低 所以假设要这种情况下 你即使放开了 让它去感染 它的群体免疫也是到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 我认为现在目前 希望大家注意 就是我自己认为 是基本上是天欢夜谈 是做不到 这也是非常危险 当然假设有育苗是另外一回事 通过育苗引起群体免疫 这个是育苗将来想起到的 就是通过群体免疫 导致群体免疫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比较 关心的问题就是说 病毒持续的 在突变 这个对将来 我们这个疫苗开发的影响 实际上 目前我所对这一点 我是比较乐观的 这个很有意思哈 这个 这个新冠病毒 它是有一种叫做 事物纠缩中 它因为影响 DNA复制的话 它有个叫做 就是 就是 叫做 self 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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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它因为 因为你那个医生物在在 copy 的时候 从上一个 coop到下一个 经常出错 经常要出错 这个是智能警惑的 它有proof reading 的作用 它就是它可以自己交错 比如说A patient不是 T 而是patients with G,它就會把它修飾,把它修飾,把它修飾掉,把它修飾掉。 RNA,因為RNA病毒的話,它是出RNA,複製了RNA, 就一般沒有交錯即時,一般絕對都沒有交錯即時, 但是新冠病毒它有交錯即時, 所以它的突變力遠遠低於流感病毒, 但即使這樣的話,它還是會有錯誤, 有錯誤的話,目前的話,現在目前你看這幾個Hot spot, 就是這裡面的mutation,mutation它現在有幾種, 它現在只能就是導致氨基酸的改變,才是真正的突變, 假設它有的情況下它的突變的話,沒有導致氨基酸的改變, 不是那種突變,所以其中有一個,你看現在看到一個叫spy, 那個prodivision的話,有個突變很厲害,很厲害,這個突變叫什麼呢? 叫D614G,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D,它實際上就是代表一個氨基酸, 我在那邊那個氨基酸推過就是一個表,就是aspartic acid, 這個D就是它本來在這裡面是一個這個氨基酸, 然後變成了G,就glycer, 你現在這個,現在目前這個大家認為就是很多人在吵著, 就說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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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突變, 就覺得感染性加強啊,或者或者是致命加強啊, 現在絕大人討論,就是,就是這個,這個突變, 叫G64G,它是用D,它64,所以64就是spy, protein低614個氨基酸位置,它spyc總共是900多個氨基酸, 就是低164個氨基酸位置,它本來,在中國的時候, 當最開始的時候,你看看,絕大部分是D, 是aspartic acid,叫614個位置, 然後少數部分是G, 然後開始傳到,往世界傳到的時候,情況發生變化, 現在目前在美國情況,絕大部分是64G, 少部分是那個64D, 然後你看那世界範圍的話, 基本上,往這個方面發展, 所以,所以現在這個情況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說,他們認為就是說, 這個傳染性,比那個,那個,這個,要,要強, 所以它因為它就大量的傳播, 另外一個人認為就是,當時因為, 從中國傳出去的,主要是64G, 到歐洲去的,就當時這個有證據是這麼的情況, 然後美國絕大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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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的話,是歐洲傳過來的, 他有人認為,就是不是說, 它的傳染性跟你強, 而是說,因為中國,這個, 這個途徑傳過來的, 它會佔多數,啊, 所以說,這個,這個現在目前的話, 這個,現在有證據,就是這個, 它的,這個突變以後, 它跟那個,收集結合,能力增強了, 現在也有一定的證據說, 它的,感染性,傳染性困難, 比那個,以前的更強一點, 但致病性,沒有證據說,它增加了, 所以說,目前的話,這個東西是, 就是,我認為不是一個很強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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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另外一個,就沒有證據, 就是說,它,這個突變, 引起逃避, 集體的,免疫反應, 就是看個保護中, 所以,目前的話,第一個就是, 視頻增強沒有證據, 第二個就是說,它沒有, 逃避,集體那個, 保護中的反應, 所以這個,這個目前就是, 大家都是,都是那個, 另外一個,已經有一點, 就是大家的不停地, 現在目前在,在,在,在追蹤,觀察,就是, 病,病,病毒的突變的過程情況, 現在目前就是, 反,就是不同於, sequence,就看哪個突變, 很多地方在突變, 但是密切地觀察, 目前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加上是不很大的問題, 我,那我比較樂觀, 就認為,問題也不是很大, 它因為它假如突變, 現在,我們大家知道, 絕大的中國看法, 就是,真的那個, 就是,那個, 假設那個, 假設那個, 突變太厲害了, 它病毒就不能搬到那個, 尤其他地方, 它就是,也許它自己本身就解約了, 它這裡面有一定的壓力, 它不能變得太狠, 變得太狠的話, 就是,病毒, 就是可能也許,也許會, 對我們更有利, 另外一個, 我現在想,就是, 大家可能也, 別管理我, 你這個病毒到底是從哪兒來的, 是吧, 現在就是, 從,真正,從這種角度來說, 肯定是從蝙蝠裡面來的, 這個經常沒什麼懷疑, 因為絕大部分, 像所有的那些, 那個, 那個, 其中, 大家認為, 可能需要一個中間受阻, 一個受阻, 為什麼需要一個中間受阻, 就是, 因為你能跟那個, 跟那個BAT接受的, 基本上, 非常非常少, 直接從BAT跳的, 可能也非常小, 非常小, 還有一種情況, 他們認為這個病毒, 要一定適應接受, 從那個中間受阻, 適應一下, 然後傳在能上面, 所以這個, 現在就是說, 這個中間受阻, 現在還沒找到, 就BAT也沒找到, 也不知道是哪來的, 就是, 但是另外一個, 現在大家就很多那些, 那些, 謠傳了, 對不對, 現在幾個, 所以兩個謠傳, 所以有時候大家感到混, 混,混,混小, 把他混在一塊去,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病毒是人為製造, 這個基本上是debunk, 就是肯定是, 絕對是沒這麼回事, 你從那個, 檢查這個sequence, 就是, 你看到那個, 那個spag的位點, 他就退去, 他們半年久, 那個肯定是, 自然界裡那個, 那個, 那個進化過來的,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實驗室, 尤其是武漢病毒所, 那個就是leak出來的, 結果我, 我對那個, 武漢病毒所, 尤其實證的人, 我感覺是, 對他非常同情, 他就是, 有口, 有口難說的, 就是, 這個謠理就要需要他自己, 自證清白, 這很難的做得到,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就是說, 他們就在 assume, 是這種可能, 因為那個, 那個, 石正烈他是以前, 他帶帶, 是到雲南, 蝙蝠洞裡面, 去抓蝙蝠, 去分離, 這個, 這個冠狀病毒, 他們是做過, 其中他們其中, 還有分離到一株, 加IATG13, 跟那個, 跟那個, 這個, 這個新冠病毒非常相似, 它有97%相似性, 但是他們兩個覺得, 不是一個病毒, 就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現在有人說, 哎呦, 從哪個分離一株病毒, 這個是, 不是跟那個, 跟中國那個, 那個新冠病毒, 不是一個玩源, 這個完全不是一樣, 他那個目前的, 所有的突變的話, 只有幾個, 只有幾個突變點, 你現在就是, 一般來說, 他兩個不同的株, 最起碼有百分之幾, 百分之幾的不同, 你比如說那個, 叫IATG13, 跟那個, 新冠病毒已經相似很高, 百分之九十七, 但百分之三的不一樣, 最後算下來, 大概有1000個, 1000個, 未典不一樣, 就是這樣, 現在遠遠達不到, 現在所有的, 那個新冠病毒, C冠的話, 遠遠達不到這個, 這個, 所以說, 所有現在的新冠病毒, 全是從一, 從幾乎是從一, 不是說不同的病毒, 是同一個病毒出來, 所以這個沒什麼懷疑, 所以很多人就說, 我美國分了一個病毒, 我是很早就發現, 這是不可能的, 目前是不存在的, 現在就是說, 他們就認為, 一種可能就是說, 他那個, 獅子猎他們實驗室, 也許, 他從那個, 抓到那個, 那個, 那個, 蝙蝠當中分裂出來, 那個新冠病毒, 然後通過實驗室細胞培養, 十一年以後, 然後, 要么是, 無意趕走, 趕了人, 要么是, 從實驗室細胞, 不小心釋放出來, 然後就傳染, 傳染人, 這個東西, 就是理論上是可能的, 但是我感覺, 基本上就, 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假設要有人糾纏不放, 糾纏不放, 就是你, 你能不能排除這些東西, 你自證清白, 就是, 是, 是沒有, 很難的證明, 你拿不去證據, 別人就始終就這樣認為, 所以現在這種可能, 就是說, 現在你要看來, 現在基本上沒有人說, 中國製造, 或者人製造做生物系, 這個是, 這種認為是不可能的, 這個東西, 現在別人糾纏的話, 所以你就很難, 所以, 所以就是, 就是很難說清楚的, 這個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我美國是意大利, 這是不可能的, 從時間概念來說的話, 這個就是不可能的, 有個心理病毒, 這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你現在就是這個, 這個, 有個網址很有意思, 你看一下, 這個, 這個,這個, 當時在亞洲這裡, 這個是病毒開, 這開始, 從中國這裡往周圍擴散, 這肯定是, 剛開始這個病毒在這裡, 然後這一切就是, 而是, 甚至, 只是萬代, 現在就很多代, 全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現在說的, 無論從哪裡分裂出來, 所以這個血管出來, 全是從這裡過來的, 所以說現在目前, 基本上認為就是, 這個病毒肯定是, 是共同, 是共同來源, 所以這個時候, 沒什麼懷疑, 所以這個, 這個大概, 大概就是, 我就是想的話, 大概就是, 我跟大家, 就是從這裡往, 我就跟大家一起, 就寫這些information, 要這樣的話, 我估計就下面, 我就看, 以回答問題為主, 看大家, 看大家有什麼一些, 一些問題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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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